你看不見我的妹妹嗎? 日文怎麼說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日文尾巴 根據專家的統計 每兩個宅宅當中 就有一個找不到自己的妹妹 一旦他們想要將妹妹 介紹給外人的時候 有關於他妹妹的證據 全部都會消失 讓我們一起來 學習今天的句子 背後有個カ 它是一個問句 讓我們來看看 這個問句發生了什麼事情 見える 看得見 見えない 看不見 看得見什麼東西 看不見什麼東西 前面我們使用注詞是が 那 今天這個句子 看不見什麼呢 整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的妹妹就站在我旁邊啦 難道你看不到嗎? 我確實是有妹妹的 現在正好是農曆七月好 其實這影片有一個秘密啦 只要你在這個網頁呢 同時按下 R I P 三個英文字母的話 我們來看下一個例句 今天你走在路上 路燈下面有個小女孩 她可能是上個句子窄窄的妹妹 那你看到她的時候 她會對你講這句話 那看得到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我 所以整句話的意思她是說 你看得到我 如果各位聽到這句話 身旁又沒有人可以求救的話 那 比方說你今天要去吃午餐 然後呢 你看到一家店 那正巧呢 她是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烏龍麵店 的分店 可是在你印象當中 這家店應該沒有分店 這個時候你要趕快 眼睛閉起來 告訴自己說假的 不是 我們今天沒有要談假的 我們來看以下這個句子 你有看到一個 不存在的分店嗎? 這個時候 就算你在網路上看到很多部落客 幫這一家背書 你也不要走進去 一旦你走進去 也許你就會進到一個 不可思議的世界 也說不定